看看新闻榜 一个无懈可击的绝世好妻 守着万贯家财 仍然持家有道 勤俭为先 我跟你说 今天下午 我们集团有一个酒会 我是想让你陪我一块去 我就不去了 我家里的事还忙不过来 现实大想够 我不跟你说了 现实大想够了 但作为回家的诱惑姐妹片 剧情岂能如此简单 不秀蝙蝠的家庭妇女 终将面对第三者的算计和挑衅 外家极品婆婆的恶意挤兑 真所谓一入豪门深似海 这一处出高潮迭起的剧情 活脱脱现代版宫斗剧 你自己做的事 你不敢当了 韩大云不是离婚了吗 你还带他回来干什么 这个家你还不嫌乱吗 韩大云 我告诉你 这个家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 你可以管了 这是我的家 你想把我赵家 闹成什么样啊 还不够吗 我没有啊 博轩 你给我出去 关 出去 你听我说 博轩 他管着你的孩子呢 而让这部戏 更加备受关注的 显然是主演刘涛 与剧中角色 如出一辙的嫌弃身份 所谓的豪门生活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2009年 刘涛嫁给京城名少王柯 婚礼圣诞场面 至今还让人历历在目 然而近些年 有关刘涛丈夫破产的消息 就不绝于耳 也让外界开始不看好这段婚姻 不过对于生活 刘涛始终讳莫如深 直到电视剧贤妻播出之前 刘涛首度开枪 在微博自我阐释贤妻修炼剂 原来刘涛这些年的贤妻生活 远比电视剧中演得要惊心动魄 他经常半个月不出卧室 有时醒过来 就想能吃什么药能再睡着了 他开始时常胡言乱语 脾气暴躁 乱摔东西 甚至痛哭流涕 发生不快时有几次 他风力一般抓起桌子上的杯子 就砸在自己头上 有一天我从垃圾桶里 翻出一百多粒安眠药 和一百多粒止疼药瓶子 我再三清点 他竟然一天吃了200克尿 在刘涛的微博里 他的丈夫 曾经风光无良的精纯阔少王柯 因为事业遭遇滑铁炉 众叛亲离 在多重打击下 王柯极尽崩溃 一蹶不振的他 更整日依靠安眠药度日 丈夫终日死气沉沉 而自己的好言相劝 常常换来的竟是恶意相向 让刘涛时常觉得心灰意冷 甚至当他身怀六甲时 身边的丈夫不仅没有帮上忙 还突然倒下 当我从产房被推到病房途中 只听通的一声 他突然昏倒不省人事 只见他在地上不停地颤抖 好像犯了癫痫口吐白磨 四肢抽搐缩成一团 然后就见地上慢慢湿了 使他湿尽了 尽管刘涛几度认为 自己无法再坚持维系这段婚姻 但婚姻最初 双方相互许下的诺言 还是支撑着刘涛走了下去 对于婚姻 对于所谓嫌妻 刘涛有了刻骨铭心的感悟 其实美善窗户的背后 都有一个故事 而且这个故事 一定是难忘为精彩的 携手走过婚姻的低谷 曾经的京城阔上 变得接地气了 如今有刘涛在的剧组 就常常能见到王科 尽管片场条件有限 两人却也乐在其中 就连窝在保姆车里吃盒饭 都能吃得津津有味 刘涛还十分体贴地 把自己饭盒里的菜 夹给先生 他特别不容易 就一直守在边上 一直陪着你 没有 他自己很喜欢这个行业 他也是在监视器后面 多学习学习 需要以后往这方面发展 也许吧 我们现在每天家庭日收工了 然后大家都一起吃饭聚聚 你至于其他野人 都挺羡慕你 对啊 因为我们还可以聊 那个孩子经嘛 戏里戏外都名副其实 难怪在搭档保建峰眼里 刘涛毅然就是本色出演 刘涛这个戏一定是我的 一定是会演的一个戏 因为我的感觉 也就是应该是 这种贤迹的样子 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 青春期撞上更年期二 也同样主打家庭伦理牌 作为青春期撞上更年期的续集 本剧从80后爱情故事 升级为80后育儿故事 由二人世界升级到三口之家 围绕新生儿的成长 产生了剧情冲突 相比较起第一部更加激烈 飞儿喜得葫芦娃 众人脸上笑哈哈 马依丽饰演的贺飞儿 之前一直都是乖乖女的形象 不过从目前曝光的片段来看 升级当了妈妈的贺飞儿 脾气性格火爆了不少 吵起下来 牙尖嘴利气势十足 好 我不可领域对不对 你带那个人回来 你带那个可领域的人回来 要么你们俩就在这工作 在这生活行不行 我给儿子给你们疼掉 你不骗人我能怀疑你吗 你要什么都跟我说 我能怀疑你吗 你别在这跟我装好人 我跟你说邓家琪 你不论卖的什么药 你别逗我不知道 你要真这么光明联络 不许致跟我骗人 就算平时老公发发点 憧憬下未来 他也冷言冷语 很不埋面子 不过这场景仿佛似曾相识 莫不是生活中 掌管全家统领权的马斯林 在戏里露出了马脚 因为马斯林 可从来都不给老公留任何情面 哪怕是文章 当着亿万观众的面 在节目中哀求 马斯林依旧是铁面无私 你也是成年人好不好 那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为什么要答应了 你不养狗 你带狗 你去给他遛狗吗 你看 你又不遛狗 哎呀 说点别的吧 说什么呀 他说这么多观众在看着 给个面子 他干嘛呀 他为什么要一张面子 面子那么重要吗 而马依丽担任制片人 文章担任导演的新片 小爸爸热拍期间 文章也曾在片场透露 该片的大小事物 都由马斯林说了算 你俩谁比较狂的一场面 当然是制片人了 当然是导演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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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片人一般情况不说话 一说话都是大事 好在女儿爱马比妈妈温柔不少 不仅平时和爸爸感情好 连马依丽和剧中丈夫的紧张关系 都被这小丫头给轻松化解了 女儿看见她就哭上去了 那是因为她帅了 她帅了 因为我女儿看青春期日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得起来看 就记住了更加心 然后每次看见更加心 你把人就跟别的人很不良 她就别害羞 看见她就哭了 然后走在她旁边 就这样 我要说一下 渡成还有一句话 看见我女儿她也不说话 因为她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她就抱我女儿 我主要就乖乖地让她抱着 跨在她肩膀那里 也不说话 她们俩都不说话 如果你想通过看电视 学会怎么做个好妈妈 那就得去看看 《三月登陆迎庭》的《娘要嫁人》 据了解这部电视剧 是知名编剧 颜歌林的《费心》之作 剧本完成之后 颜歌林对于女主角的人选 要求苛刻之至 没有合适的就不拍 寻觅几年之后 直到碰到蒋文丽 两人惺惺相惜 才在深入交谈之后 一锤定音 而蒋文丽的演绎 也确实给这部 喜加了不少分量 主角齐之芳貌美能干 却遭遇丈夫早逝 在追寻自己幸福的同时 如何拉扯三个孩子 也成了她的难题 一人扛起慈母言父 双重职责 谁让你吹的 放下来 都给我放出去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就是在道德上 在品德上 是很严格的 就是齐之芳 其实你看他的孩子 他的老二 这个二毛 就特别好吃 然后就 就是捡地上的甘蔗 什么就吃这样 他就是 他就是说 他说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包括撒谎啊 包括这些 就是品德上的事 拿着东西吃啊 这些 他会非常地严厉地 去教导孩子 而在生活中 蒋文丽和顾长 未结婚多年 除了儿子顾和之外 还领养了女儿美美 养育一双儿女 早已积攒了 丰富的妈妈精 此次出演 正式发挥之时 下了戏也不忘大谈 教育孩子 效力藏高 才是秘密必杀戟 那也不会 但是事先会跟他讲好 会跟他讲好 如果他一旦要别人要吃的话 我也不会当时骂他 那我会把他叫到一边 我会跟他讲 我说这样做不好 对吧 然后我会给他举例子 如果是你看到别的小朋友 这样你觉得好不好 或者别人问你这样做 你觉得好不好 对吧 就给他举例子 那孩子很要面子的嘛 除了和孩子们的戏份 寡妇齐之风的感情生活 也是百转千回 令人揪心 和李立群 余容光 等几位戏谷的对手戏 都能充满期待 特别是在这样的阵容下 导演还安排了亲密戏 过于真实的演出 让大家远俊不禁 真的还在那个年代算挺惹火的 当时我还记得 演完大家都笑 觉得我太害羞了 后来那个奖励老师 你真的是 真实情况怎么样 我说按真的来吗 按真的来 他说你来啊 就真的一来 就他们全笑了 就表示很真的 心愈了在显宗 好吧